我是个女英雄 刀口救人 全网皆知那种 可安全基地却把我和孩子拒之门外 我们被丧尸咬出几个血窟窿 活活疼死在寒冷的冬夜 重活一世 我的善良必须脆上有毒的锋芒 正文开始 10月11日星期五 重生第一天 我抱着失而复得的儿子痛哭 儿子一脸懵懂的帮我擦眼泪 他还不知道离丧尸爆发只有30天了 上辈子 我因为从持刀伤人的神经病手里 救了两个孩子 一夜之间 我被众人捧上神坛 成了优秀教育者典范 各种荣誉分支咬来 谁能想到 丧尸爆发后还是这些人 因为我拒绝将病重的儿子 丢出基地送死 就说我浪费公共资源 不配为人施表 甚至明目张胆的虐待毒打我 而曾经一个劲夸我的好校长 更是指控我是病毒携带体 亲手将我和儿子赶出基地 他们就这么冷静的 看着丧尸们一拥而上 将我和儿子撕扯着 吞噬在那个寒冷的冬夜 记忆的尽头 瘦瘦的儿子满身是血 睁着大大的眼睛 亲生说妈妈别哭 我不疼 我那可怜的儿子 到死也没明白 那些曾抱着他笑 给他吃糖的叔叔伯伯 为什么突然变得比丧尸还可怕 可笑前世的我还沾沾自喜 对老公指责我不顾自己安全的说教 完全听不进去 甚至口出狂言 我就要优秀 就要高调 就要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低调谨慎 不就是缩头乌龟吗 不要为你的无能懦弱找借口 老公愤怒离去的摔门声很响 现实的巴掌也很响 认错 是重生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上辈子 气急的他连夜冲回临时的单位 而我 一个人闷了两瓶姜小白 那一声 我们再也没能好好说过话 我赶紧松开儿子 发了个微信 老公 昨晚做噩梦 梦到我被神经病给捅死了 安安一个劲的哭 缠着你要找妈妈 那分钟 我才明白你和孩子对我有多重要 那边很快就显示正在输入中 过了半天 动静全无 老公 我真的好后怕 要是我就这样挂了 你和孩子该多难受呀 那你还直愣愣的往上冲 不会报警 不会叫保安 嗯 肯回话就说明见笑了 嗯 我太冲动了 以后一定会思虑周全 不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希望你真正记住才好 直男就是直男 表示满意都来得硬邦邦 可是老公 我一个人太害怕了 一想到那天的情景就睡不着 知道了 嗯 他知道了 那就什么都好说了 我开始打电话联系房产中介 末世即将来临 孩子也快到前世生病的时间点 我需要大量的现金 中介约了下午两点面谈 核查房源 文朗踩着十点钟的暴时声 走进了家门 此时 我重生已经三个小时 面对即将再次重演的血腥灾难 他将是我最靠谱的队友 开门声响 老公文朗冷着脸回来了 把身上的西装一挂 就往厨房走去 那是他们银行定制的功夫 深蓝色 羊毛泥料子 温暖而又微微粗粒 是我最熟悉的触感 我眼睛一热 话语变像失控的水龙头 老公 还好有你 文朗愣了愣 用露到手肘的袖子 擦了擦额头见到的水珠 有些不敢相信地望着我 是了 结婚七年 我们平淡如水 好像从来没有过如此露骨的表达 你不用害怕 有我呢 他认真地说完 手里继续搅动着红褐色的紫苏姜汤 这是他们老家的万能方 坐月子能喝 胃痛能喝 没睡好能喝 痛惊也能喝 一幕幕往事在脑海里浮现 我决定对这个男人和盘托出 你是说城市会被丧尸占据 病毒源在医院 从我语无伦次的穴道中 他一下抓住了重点 内丧尸通过什么变异 血液 空气 还是肌肤接触 被他咬了才会变成丧尸 所以应该是通过血液传染吧 我当时根本没被咬到 校长却非说我带着病毒 不让我进学校 我还去验过血来着 说起前世的是 我仍然有些愤愤 那我们就去准备家后的防护服 囤积用品 然后寻找合适的庇护所 文朗一锤定音 你都不怀疑 是我被神经病传染了 胡言乱语吗 信任来得太轻易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傻瓜 一个赶冲上去 和歹徒拼命的金国会被吓风 文朗看着我笑得纵容 何况人被病毒操控 从而丧失理智与体感 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若有所思 又给了我添了半碗紫丝浆汤 我下午约了中介 我们先把这束房子给卖了吧 要是能熬到丧失被灭的那天 我们直接走抵押贷款吧 对哦 他就在银行工作 坤士也有很多熟人 走程序肯定能快很多 还有安安 在前世 他因为感冒引发心肌炎 最后肾衰 心衰 医生让我放弃治疗 我们得赶紧把他带到身边 好好照顾他 既然如此 我们就回你外婆家避难吧 乡下地广人稀 菜书相对易得 安安也不会因为环境不熟悉 而生病苦恼 文朗一锤定音 我举双手赞成 说来也怪 要是之前 他自顾自的做了决定 我肯定会心中暗赌 觉得他不尊重我的意见 可这次 我只觉得安心 贷款签字的时候 我拍照发个朋友圈 配上 嗯 再大的困难 也要自己扛 坚决不给别人添乱 圈下瞬间一大片点赞询问 关心看热闹的 不出十分钟 校长的电话便打了进来 李老师 你有什么困难 要说给组织听 我们大家一起 想办法解决 哼 前世儿子生病 我要请假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样说的 李老师呀 你如今可是先进典型 各大媒体都在宣传你 你这时候为了私事请假 太不符合正面人物的人设了呀 谢谢校长关心 我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定会向组织求助 查理查起地表玩忠心 我愣是被自己恶心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没办法 上一世我不顾阻拦要请假 领导对我很不满意 嗅觉灵敏的媒体 立马开始挖我黑料 从怀孕请了病假 挖到我出身于重组家庭 与继父关系不合 有人说我这样私得不休 不配为人试表 也有人认为 教师只是一种职业 能在工作中出色履职 已是不易 还引发了人们 对原生家庭影响力的探讨 我就这样上热搜 黑的发红 以至于丧尸爆发 他们既然说我是病毒携带体 不能进入学生所在的安全基地 母子俩值得流落在丧尸 逐渐横行的街头 如今既有机会重来 我自然要将隐患 一个个拔掉 贷款要到周一才能到账 我们决定先开始行动 先是打电话给外公外婆 让他们物色当地 口碑最好的施工队 直接微信与我联系 同时开始囤药品 顺便为我的长期请假造势 前世 我不过是休息了两周 就带着隐隐作痛的腰伤 恢复了上班 他们还假惺惺地问 怎么不多休息几天 到娃生病时 也是我太傻 不会以救伤复发的理由请假 现在我可得好好利用 利用这光明正大的借口了 文朗买了辆可兰牙操控的轮椅 联系了他在医院的熟人 声势浩大的把我送回了医院 我仰靠在轮椅上 嘴唇咬得发白 一副疼痛难耐的样子 这可是领导专门打过招呼 还上过电视台的英雄教师 医生除了更精密的检查 更精心的治疗 还能说点啥 也不知道文朗和他熟人怎么沟通的 不一会儿 就有好几波护士送来各种药品 有各种抗生素 各种外用药 止疼药 绷带 纱布 酒精 点酒 还有蛋白粉 复合维生素 钙片啥的 林林总总一大堆 文朗居然还从裤兜里 掏出来几只血清 真是让人不得不服 有了处方 这下就方便了 我们按着单子 就在天猫上下单 也不多 每样囤了一百倍的剂量 另外加了些白药 膏药 中程药 买得兴起 又在土特产店 下了很多晒干的车前草 白花蛇蛇草 板蓝根 半边帘 蒲公英之类的中草药 小时候在外婆家长大 有个风寒头痛 上火肠接着啥的 外婆都是用这些碗衣而熬成水 或饮或用 既得 又不用花钱 就这 我还不忘刷了人设 不管遭遇什么 我都会坚强 配上各种药品的图案 朋友圈瞬间热闹非凡 有之前采访过我的记者 小刘询问情况 我先是大大方方的说 伤口还是很疼 接着便语焉不详的说 医院也查不出来个所以然 我便自己四处寻找名医 各种采买药物 真的很担心 会不会是有其他隐藏的病症 不一会儿 我便见他发个稿子 英雄缘和流血又流泪 文章有点水 不过是把前段表彰我的稿子 拿出来洗洗 完了重点表述我如今久伤不愈 得到有效的治疗 文末 他发出了拷问 为何一个从刀口下救下俩孩子的英雄 遇到困难 却没人帮助 难道这个社会 对英雄的赞扬 已经如此流于形势了吗 配图还不错 既有我当时受伤的图片 也有我获得表彰的荣誉证书 压轴地 便是那一大堆各种各样的药品 文章一发布 点击量居然还不低 先做出反应的便是我们昆氏教育局 主管人士的副局长 领着几个扛摄像机的 送来了一大束鲜花和一个信封 里面有一万块钱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让我去本市部队医院看伤 说是已经和那边对接过 而且所有费用全部报销 这让我很是开心 上一世 孩子的病来得太急 我根本没有机会 带他寻找更好的医生 这一回 领导亲自把敲门砖送到了我手中 我的孩子一定会没事 闪光灯下 领导握住我的手 亲切诚挚地说 李老师 你是我们的英雄 是优秀师的师父的践行者 你一定要放宽心 养好身体 组织永远是你最强大的后盾 我感动得机遇哽咽 谢谢领导的支持和关心 我争取下学期一定回到工作岗位上来 领导的脸僵了一下 满口承诺 我心里的叫一个爽啊 果然是先下手才能为强 要知道 小刘就是上一世 扒出我怀孕期间请假的人 他只说我一怀孕就请假 毫不顾忌学生已到期末复习的关键时刻 却有意不提我已经流产两次 这次又被诊断为先兆流产的事实 如今 他却成为我获得各种福利的推手 真是让人心情极好 到了晚上 我久伤不遇的事上了热搜第三 居然还有人给我捐款 开啥玩笑 报复可以 诈骗可不行 我一一拒绝致谢之后 微博粉丝居然涨到了37万 趁此机会 我便发了个长文 从这几年的时局 聊到了民生艰难 又说起了自己的伤势 用静语文老师那点春秋笔法 我把自己的怀疑 指向有新型病毒感染 同时暗示大家多囤物资 注意防护 望着文章下面无数个拥抱 和双手合十的表情 我怅然一笑 关掉页面 没办法 我能做的 实在不多 老家的工头 对外面的材料置之甚少 回信里也说不明白 我便让他帮我扩大后山的防空洞 尽量把山掏个对穿 但出口要隐蔽 那小山是我外公自家的菜地 防空洞是当年战乱留下的痕迹 我小的时候没少进去祸祸 足有二十来个平方 容那一家五口 问题不大 但要是做长期抗战的准备 空间必须扩大 同时还得分区 工头有点迟疑 说是工程量太大 怕他方 我直接微信赚了六万块 说是定金 他立马和我探讨 启用多大口径的钢管来做支撑 时间太紧 胶水泥住来支撑 肯定来不及 我便让他去采购钢管 顺便再在里面打勾井 外公后院的井 便是来自后山的地下水 只要下得够深 在防空洞里实现井水自由 肯定不是问题 问题是 外公一会儿就谈来视频 问我挖山干嘛 这得花多少冤枉钱呀 我赶紧忽悠他 我和别人合作 要种一种高档的食用菇 必须在不见天日 而又水源充足的环境下进行 对了 你可叮嘱好外婆 千万别向外边透露哈 不然都知道这发财的好事 咱们可就没钱挣了 外公瞬间紧紧地闭上嘴 你是保守秘密的决心 还表示工程的事就包在他身上 保证谁也不知道 对了 咱家杂屋下不还有个地窖吗 你看那儿能不能中你那个啥锅 我眼睛一亮 赶紧表扬老人家的智慧 得到我适当扩大地窖的指示 老人家仿佛得了表扬的孩子 干尽十足地挂了电话 文朗背这个大背包从外面回来 腰背挺直 神色兼有些许兴奋 弄到了什么好东西呀 让我看看 这一事 我决定要做一个好捧眼 让他在家里更有存在感 拉链一拉开 我被震的后退两步 腿一软 一屁股坐在了地下 满满一背包的刀 有细长细长的 有块厚的 有带着三棱刀尖的 里面夹着一些水果刀大小的匕首 这一我唯一叫得上名字的刀 口袋往地下一道 划出来十多把剪刀 小的就是外婆用来剪锈线那种 大的有点像果园里用来树枝那种 看着很是专业 这年头 要弄枪太难了 而且打眼 不如准备一些冷兵器 你挑一把衬手的 我拿起一把小巧的匕首 模仿电视里摆了个造型 他无声的笑笑 从后面还过我 握着我的腕子 耍了个刀花 想和这位深藏不露的男人调个情 一地的寒光 却伪失太圣人 罢了 来日方长 等我慢慢扒开你的马甲 他把刀具收好 便开始列物资清单 我一看 和我想的也差不多吗 食物 药品 保暖物品 供电设备 燃料几大类 我们要在昆市采购吗 这样运回老家 是不是太麻烦了 供电设备和燃料 我们在这边先买一部分 剩下的回老家再买 这样可以避免 引起有心人的注意 我明天回单位请假 刚好可以在静海 也采购一部分 那你准备 以什么理由请长假 从现在到丧失爆发 还有一个月呢 请探亲假呗 就说我老婆想我了 这话不太正经 听得我脸庞发热 结婚七年 孩子都四岁多了 再亲密的事 也不是没做过 可这样明晃晃地说出来 与我们 确实是一种 很新奇的体验 她也有点不自在 轻轻嗓子掏出了手机 转过来二十万 这还不到末日呢 你可千万别挪用公款 我吓得跳起来 你一直不肯花我的钱 我这钱可不就 无处可花了吗 这都多少年了 攒个几十万我 还得去挪公款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她笑笑 有点自豪 又有点失落 也许是微妙的 自尊作祟 自从住进 她全款买的房子之后 我便一直坚持 所有的生活花销 由我支付 亲娘改嫁后 跌不靠谱 好像只有这样 我的腰杆 才能硬气一点 既然打算与这个男人 绑成一艘惊得起 暴风骤雨的战船 那我自然不会 再傻乎乎的 把人往外推 果断的在她脸上 亲了一口 谢谢老公 她愣了一下 脸上升起一抹 可疑的红韵 又转过来十万 我靠 卖笑来钱 原来这么容易 正在斟酌着 要不要再亲一口 她连忙解释 我也只有二十万了 还要用来买供电设备的 好吧 直男对投怀送报 表示谢绝 那就干正事吧 趁着还不到五点 先把基金股票 全部赎出来 零零总总 也有个二十几万 再把微信开通 大额支付 支付宝 免密闪付升级 辛苦攒钱十余仔 而今磨刀霍霍 向钱包 好期待 周末两天 献给了供电设备 虽然我啥也不懂 但一点都不妨碍 我成为最好的听众 占地面积 材质 功率 产能啥的 听了我一愣一愣的 连点头负义 都踩不到正确的节奏 文朗同志一脸随意 让销售人员真以为 这就是给自己建的 农场玩的没老板 专门给他推荐 死贵死贵低设备 我拽着他的袖子 捏得死紧 这要是被忽悠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采购 就啥也做不成了 还好 他神色自若的挑了一套 总价在十四万的设备 再加上些并联的 锂店池什么的 十五万还能剩两杯奶茶钱 我只是那么顺嘴一说 他还真带我去喝奶茶了 二十二块一杯 我俩一人一杯 这要是割以前 我又会觉得太浪费了 有这个钱 买金虾回去煮他不香吗 除了有他的朋友来 我们很少在外面吃东西 后面我坚持要在昆市工作 不想自己成为他的附庸之后 我俩单独出来吃东西的次数 就更是屈之可数了 想着老家的孩子 想着那双 把我和孩子推离危险的手 我低头吸进一大口奶茶 微甜 微烫 让人短洋洋的 陪他请完假 我俩一路奔回乡中 他开了张灰色的金杯 这是昨天去二手市场逃来的 我们自己的雅阁 停在了他们银行的后院里 无论什么时候 这里的安保级别总是会高一些 金杯车上装满了这些天 滔腾的设备和线下买来的各种药品 网上买的全部会寄回老家 这样可以避免二次搬运 每到一个服务区 他总会敲咪咪的将油箱里剩余的油 引入专门准备的密封汽油桶 然后再去加满 瞅着后座躺着的那一排大桶 我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可他却一脸淡定 车子开得很稳 到家已是深夜 便于把物资神不知鬼不觉地卸下来 安安已经睡下 外婆说他等我们到好晚 望着熟睡的小脸上残存的泪痕 我的心酸成了一块吸软的豆腐 上一世 我甚至没来得及好好地抱一抱他 就被医生宣布了死刑 这一生 我一定要守护好安安 让他健康快乐地长大 文朗许是感觉到了我的情绪 静静地把我还入怀中 天刚亮 我们就去勘察防空洞的改造工程 顺便要求工头在离水井最远的地方 挖一个一米五的深坑 这是预留的汉策 极端情况下 我要保证全家在防空洞里也能正常生活 有些事情 没必要全部让工头知晓 不知不觉 我已经成风风火火的直肠子 变成了做事留一手的心机女人 没有时间感慨 预定的钢材和防弹玻璃已经送货上门 动静太大 不可避免地引来了许多村民 我和城里的老板合作 准备尝试立体蔬菜种植 我们这里山好水好土制好 人家都说我们这里种出的蔬菜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呢 各位爷爷奶奶伯伯阿姨们 你们要是感兴趣 我可以给你们免费提供种子 你们种一点试试 不要白不要啊 立马就有人问我淘种子 农民嘛 最擅长的便是刺弄土地 我才提点了一句 这玩意儿是新品种 金贵着呢 立马就有精明的嘱咐表示 一定要种在视线范围内 可不能让别人给摘了桃子 这是我和文朗在路上就套好的词 末世来临 我只能用这种方式 让大家多准备一些物资 有了这层铺垫 搭钢架的事就进行得很顺利 方圆一亩地 前面的院子 东头的杂屋 西头的猪圈 一直到后山的水井和菜园 全部用钢架连接成了一个超大号的鸽子龙 门还是留够两米 配了明暗两套锁 钢架流出一米的距离 里面在用防盗玻璃封出一个空间 将主体建筑囊括在内 钢架挡丧尸 防弹玻璃防的 自然是为了生存杀红眼的人类 外公不错眼地盯着活迹 精神头比平时还好上几分 外婆一直在嘟囔 这么大的工程 得要多少钱呀 我抱着安安 带着外婆去逛超市 虽说我们已经从昆市 采购了很多压缩饼干 自热食品 方便面等素食 但还差很多东西 为了让外婆放开手脚 我又搬出了城里的大老板 告诉他这些都能报效 望着买得起劲的外婆 和乐开了花的儿子 我也忍不住仰起了嘴角 50公斤装大米20袋 10公斤装面粉10袋 绿豆黄豆花生芝麻各20斤 植物油10桶 芝麻油5瓶 卷脂抽脂两车 湿纸巾10大包 承认尿不湿买了5提 卫生巾按一年的量拿下 打火机买了10盒 便携式液化气炉下单10个 配套小气瓶200瓶 花椒辣子酱醋茶 彤彤按一年的量奶杯 瓜子花生健力宝 薯片饼干牛肉干 我终于实现了零食自由 小县城的超市被我买到断货 不得不约定明天送货上门 作为赠品 我要了10条浴巾和两箱试利架 将已经晕呼晕呼的外婆送回家 主妇工人在杂屋打上两排置物架 我和文朗再次出发抢货 先是订了100桶矿泉水 其实如今家里已经有两口井 但我们总觉得水这玩意儿 还是放一些在室内的好 毕竟是生命之缘不是 然后订了五口大冰柜 里面塞满猪肉牛肉鸡鸭鱼 嗯 肥牛卷五花片火锅丸子囤了 麻辣料 番茄锅也没落下 文朗眼里的纵容太过明显 我只好拿了五件啤酒递给他 讨好凤城一语言表 话说撒花花钱是真爽呀 路过厨具区 我又买了两口小口大肚的汤锅 10个洗管杯 很多一次性杯子和碗筷 洗衣粉 沐浴露啥的 刚好可以给购物车溜个缝 等我们到批发市场 搞定保暖的羽绒备 羽绒服 老人的电热毯 一天又过去了 不愿意太早暴露位置 文朗塞给司机两包烟 自己把车开到了后院 约定好明天去取剩下的货 司机甩着钥匙 开走了我们的金杯 不想惊动老人 我俩翻出小退车 开始了蚂蚁搬家 10月的天气已经很凉爽 月光清清冷冷的照着 我们搬累了 便坐下来歇会 相视一笑 无声胜有声 所有的物资分成了三份 煮屋一份 杂屋一份 防空洞一份 经过文朗的安排 所有容易变质的食物 都放进了冰柜 门前屋后菜园子 全部剑缝插针的 种上了各种异于打理的菜书 这一天 我馋着外婆带我去了养殖户家里 买回了40只小鸡仔 和时代干玉米粒 她家每天都杀猪卖肉 我便买下了半扇排骨 家里喂养的土猪肉 就是香啊 简单的清炖 加入两根萝卜一块姜 再烧上热油 浇出一碗蒜香扑鼻的辣椒蘸水 一家老小吃的两家生云 满腹饱足 吃过饭 给安安打开电视 大人们坐在桌前开始聊天 外公外婆 听说X国研制出了更厉害的病毒 准备用飞机投放到我们的领土 种了这种病毒的人 就会像僵尸一样 见谁咬谁 所以我们才特意回来 想要陪着你们一起 度过这艰难的时刻 那我们政府怎么不出兵打他们咧 外婆性子急 带着嗓门嚷嚷 你晓得啥哟 小日本做活那些年 没少弄些神奇古怪的玩意儿来坑我们 文朗认真的点头 外公说的对 当年的731部队 不过是明面上的车马 事实上他们的印度招数多得很 外公吸了口汗烟 吐出几分得意 那我们多养些鸡鸭 多种些蔬菜 坚决不去外面买吃的了 万一X国人在食物里下毒烈 外婆的思维总是简单而直接 我们地窖里还堆着红薯和洋芋呢 真到了那份上 芋头也是可以养活人的 看看 这就是回到老家的好处 要不是前世见到的情景太悲惨 我简直觉得自己 不过是玩了一把庄园建设游戏而已 外公开始各处逃换闲置的种子 才到第三天 就有乡亲们端着饭碗 一到我们的鸽子龙外聊天 萌丫头呀 你老公他们上集有没有说 打算啥时候收拾X国呀 我们村的那谁家小子 正想去参军呢 我心内服务额 不用说 肯定是我外公为了塑造文斌的完美女婿形象 把所有消息来源都安排到了他的领导身上 打从文朗不嫌弃过没有嫁妆 还愿意把安安放在老家带开始 外公外婆他们就已经一万个满意 恨不得见人就夸 把这个外孙女婿夸成绝世稀有的好娃娃 咦 他们领导也不敢透露这么详细的消息呢 这可是国家大事 我一脸正色 把讲台上那点忽悠的本事悉数用上 不过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备无患 家里多准备点米面粮油常用要啥的 万一国家有行动 咱不能给政府拖后腿不是 人群里一片附和 说是地里的粮食都已经收回来了 改名就去把院边都种上白菜香葱 受到他们启发 外婆又让我买了豆角 榨菜 茄子个200斤 全部晒干 收进了土桃盘子 连两个不堪岁月重负 裂了口子的盘子都被装上土 种上了香葱和盐碎 买充电宝和无人机的时候 我顺便给安安买了几箱绘本和几本字帖 望着孩子兴奋的笑脸 我这才惊觉 马上就到前世孩子生病的时间了 10月28日 星期二 鼻丧失爆发还有14天 尽管我照顾的在精心 安安还是出现了发烧咳嗽的症状 也许是提前为了几天小柴壶的关系 孩子的体温勉强能控制在38度左右 但连这两天都反反复复 整个人一下没了精神 我们决定送孩子回昆市的军区医院 反复交代外公外婆 不要把别人领到家里来玩 我又在院子的各个角落 和储备物资的每个房间 装上摄像头 说到此处 必须重点表扬一下文朗同学 为了保密 所有的布线与安装工作 都由他亲自完成 他还掏出了两组对讲机 说是信号特别强 能穿透他们银行厚厚的防盗门 动手技能满点 未雨绸缪技能满点 宝藏男人有目有 我一直觉得 农村是一个超级神奇的地方 它总是不用5G信号 就能实现信息共享 听说我们要带玩去看病 有空的人都来送行 有的煮了才吓得鸡蛋 有的递进来一多热乎乎的板栗 大家摸着安安的笑脸 不停地说着宽慰与祝福的话语 让我们早日回来 后视镜里的人影越来越小 我觉得自己也越变越小 仿佛回到了 不被继父待见的我 骑在外公肩上 笑得腼腆的岁月 他们也是这样围着我 好奇地看着我 善意地递出一枚鸡蛋 几颗板栗 或者一个香喷喷的烤红薯 一只手放在了我的手上 温热地包裹住 文朗目不斜视地开车 认真的可爱 军医院的大夫觉得我过于紧张 却也承认 感冒是有引发心肌炎 甚至全身脏气衰竭的可能 我试图想把话题 导向病毒感染的方向 它却不至于否 因为前世丧失病毒 一开始便是在医院爆发 所以我很想能找到源头 将其扼杀 安安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 各种检查都做了一个遍 小小的人 躺在和词共振的台子上 显得分外孤单弱小 我拍了个小视频 配上文案 我护住了别人的孩子 也一定能护住自己的孩子 喜提领导慰问 加延长假期 加朋友圈 无数点赞祝福 那两个被我救下的孩子家长 还特意跑到医院 给安安送来了一个平安符 想想前世被拳王辱骂 被安全基地拒之门外的日子 我终于明白了 自己那横冲直撞不思量的性格 有多大的杀伤力 带着医生开的各种药物 和我们自己逃疼的五套防护符 我们一家三口再次踏上归城 望着孩子恢复红润的笑脸 我的心中一万个满足 上一世与丧失相比 孩子的疾病更让我救心 对任何一个母亲来说 没有比孩子健康平安更重要的事 如今 她还能在我怀里撒娇 软软的要吃零食 已是滔天之幸 我相信 我和文朗一定能带着全家 安全度过丧失潮 迎来新的转机 这一次 我们将直面危机 11月5日 星期三 距离前世丧失爆发 还有6天 为了庆祝太阳能发电器 成功覆盖日常用电量 今天吃大餐 买回一腿山羊肉 请屠夫剁成小块 窜水打磨 沥干所有水分后 与大量姜蒜同炒 中间分三次 烹入高度白酒去腥 接着下入豆瓣 和自己用小米焦糟的辣子 快速翻炒出香气 再飞入两滴白醋软化纤维 最后顺着锅边 淋入适量老抽和耗油 加热水 丢一点草果八角花椒桂皮 入砂锅包 一根大柴 能加火灶 用半天的功夫 将羊肉炖到酥香软烂 盖子一揭开 满屋都是鲜辣浓郁的肉香 把颤颤巍巍的肉咬出来 煮熟的白萝卜打底 浅口砂锅里 撒一把青蒜叶 浇上两勺热气腾腾的圆汤 从来都嫌羊肉泰山的外婆 放弃了矜持 大块朵頤 外公用汤泡了两碗饭 和文郎两个 吃得呼噜呼噜 很是过瘾 安安平时不太能吃辣 这会儿也一边哈气 一边往嘴里塞肉 小眼神亮亮的 汤足饭饱 一家人坐在院子里聊天 半名半妹的猩猩笑得调皮 蛙鸣不再轰轰如雷 趁得乡村的夜晚 愈加宁静 手机上却弹出一条消息 汉城某三甲医院 出现病人药物过敏后 神经错乱事件 我心一沉 另一只靴子落地了 虽说时间提前了 所幸我们的准备工作 基本已经到位 得知消息的外婆一大早 便在后山菜园子的一角 放了两个基隆 我嫌离二楼太近 味太大 她却说我年轻不懂事 这庄稼呀 牲口呀 一定要放在眼皮子底下 不然哪还有你什么事哦 文朗带着外公 在防空洞的出口那 增设了一道暗门 门一锁 就算别人知道了山后的入口 也没办法进来 一切就绪 近代末日 消息传得比丧尸还快 第三天 整个村里都知道 X国投放了病毒 有极大的传染性 大家开始疯狂囤货 县里 镇上的超市被抢购一空 村头的小卖部老板成为了红人 有很多人想给他19岁的儿子说媒 第四天 开始有有人脱家带口的回村 嗅到危险的气息 人们总是会在第一时间 想起自己的故乡 第五天 乡亲们开始抢割地里 半黄不清的野草 牛羊被拴在了家里 11月10日 星期一 乡中市区出现了第一例丧失病例 而在此之前 有许多城市已经沦陷 官媒报道称 这是一起传染性极大 伤害力极强的疫情 目前还没有找到病毒的源头 政府正在研究防治方案 请所有民众囤备物资 减少外出 做好防护工作 一开始 很多经历过疫情洗礼的人 没有引起重视 认为只要不出门 就万事大吉了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家里的物资越来越少 而外面的丧失越来越多 突围出去 变成了求生的唯一途径 于是网络上到处可见 全家开车出逃的尽头 有的人甚至靠直播 自己的逃生经历成了网红 可随着失变的人越来越多 社会秩序越来越乱 交通逐渐瘫痪 据我们观察 丧失失变有接近24小时的过程 这给防杀工作带来的极大困难 有很多人 前一分钟还在庆幸逃难成功 下一秒钟就被死在了同伴的手中 我亲眼看到 那位直播逃难的网红 被妻子一口咬在了颈动脉 哀嚎着躺在地下抽搐 而她已经失变的妻子 对着镜头张狂的扑来 脸上却是一滩无波的死水 我胃里一阵抽搐 挖得吐了出来 从这天起 我彻底放下了手机 逐渐的 电视信号也中断了 我们村成了信息孤岛 11月21日 星期五 我们村断电了 在此之前 村长已经带着人 将唯一一条水泥路封死了 墙的这边 还有每家出人 轮流助手 这样可以避免外面回来的人 带回病毒 可还是有人千难万难的回来 他们有的脱家带口 有的孤身一人 跪在兴气的水泥墙边 崩溃的哭求 村长 我是华子 我家老娘还在家里等我呢 李波 我是小梅啊 我没有被咬 求求你了 你放我进去吧 也不是没有人想过汽车 从山上的小路回村 可谁也舍不得 车里那点好不容易 带回来的物资 那可是活下去的希望啊 看着这些苦苦哀求 崩溃绝望的人 我想起自己 被安全基地拒之门外的 心酸与无助 大哭出声 甚至整夜噩梦 无法入睡 文郎总是把我揽进怀里 轻轻地拍着我的背 不发一眼 又过了两天 我听到很多人 围在我家的鸽子笼外 热闹异常 谢谢你啊小梅 谢谢你救了我儿子 这是东边的萧奶奶 她青年丧夫 独自把滑子拉扯大 多亏你家文厚生啊 小梅 你们是我们全家的恩人 这是小梅的妈妈 她最是乐观 总是笑眯眯的 这会儿却哭得不像话 在众人七嘴八舌的解释下 我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 原来文朗 跑去和村长商量 并我家囤着的钢管 在村口扎立牌独立的隔离间 进村的人单独隔离 48小时没有发生失变 便可以消毒后回村 与家里人团聚 而隔离期间的饮食物资 这些好不容易逃回来的人 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看着眼下已经清黑一片的文朗 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转呀转 半天说出话来 怎么了 心疼物资 没事的 你看这都十多天了 逃回来的也才23人 吃不了你多少东西 她极力想让我放松 但我们都知道 越往后 形势会越严峻 这一切还只是个开始 12月7日 星期天 村里吹烟越来越少 大家从一天两顿热食 变成了一顿 有的人家 米饭里的红薯越来越多 荤菜已经消耗干净 人们开始以物易物 艰难的撑着 我们家物资还很丰富 但也基本不在生活 饿了便关紧门窗 在后边的卧室里 热上两分子热米饭 外公外婆 基本不粘自热火锅里的菜 我加给他们 他们又加给孩子 这几天 已经有很多人上 我们家借粮了 这三年 一点不借也说不过去 外公缓缓地吐出一个烟圈 表情凝重 可这口子一开 后面就关不上了 文朗促着眉 忧心忡忡 地窖里的红薯和土豆 借出去一点吧 困难年代 我们都是靠着大家 云一口吃的 才活下来的 真要有谁人心不足 全村人的口水 都能淹死他 外婆拍板的事 在我们家 基本就属于板上钉钉了 我们地窖里的储备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着 我每天都去院子里蹲着 让安安数一数 菜气里又长了几片心叶 为了制造我家鱼粮 也不多的假象 院子里的青菜 早就被我们吃干抹镜 随着时间的流逝 很多人把口粮 设置成一天一把干黄豆 而且更饿得慌 守着我们家门口 借粮食的队伍 也越来越长 花大娘又排在了 队伍的最前面 花婆子 不是我说你 你家才两口人 昨儿给了你四个红薯 你今天又上门来要 外婆很是肉疼 说起话来一点不客气 花婆子是她的混名 一向游手好闲 放当成性 也没个儿女 年纪大了之后 有所收敛 守着老头子清贫度日 凭啥留家媳妇昨天来了 今天还能来 大家都是相礼相亲的 你不能偏心啊 人家家里六口人 昨天也才领了四个红薯 今儿能有啥下锅 我们家安安一天 都才能喝上一顿红薯粥呢 你们也别太过分了哈 外婆意有所指 好啦 人家里老太说的对 咱们不能全指望着他们家 这年头 谁家能有余粮呢 村长瞪了不服气的花婆子一眼 当即拍板 把人口分成两组 轮流上山砍柴 挖野菜 他让文朗和他 分别带祖金山 文朗以自己没有务农经验 为有拒绝了 最后 大家商议 有给我们改造防空洞的 工头阿祥带祖 阿祥是村长的远房亲戚 很多年前便来投奔村长 跟人学了一手泥水活 娶了本村媳妇 生了三个儿子 所幸农村地广人稀 目前还没有丧失的痕迹 挖一点野山药 刨一堆隔根 加多多的水 熬出来就能管一天 没有那么多借粮的人 我们便紧门庇护 过起自己的日子来 天气一冷 外公的腿便有些使不上力 我赶紧找出钙片和蛋白粉 让他按时吃 外婆还算硬朗 我便拉着她 一起在家里跳广场舞 把安安看得哈哈大笑 我们的卧室 除了拉上窗帘 还用棉被挡了个岩石 晚上便聚集在这里 开一罐午餐肉 在小火炉上烤一烤 大家郑重地分享 实在想吃肉了 便煮一锅清水 往里扔个料包 享受一顿不能声张的火锅盛宴 有线电视网络已经瘫痪 我们的消遣便是陪安安看书 见货练一练字 我陪着安安读绘本 文朗便在一旁看着 眼角含笑 安安趴在我肚子上耍赖 文斌便在床边守着 生怕我们娘俩滚下床去 安安在房间里呆腻了 就会吵着要出去 要去找村里的小伙伴 文朗便带着他 打上一两套 看上去很有气势的拳法 我问他 这是从哪学的 他就笑看着我 怎么 糟老头子就不能上网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梗 文朗比我大11岁 经常被我们的同事 调侃老牛吃嫩草 相亲时 我只想着眼前这个男人话不多 就这样匆匆结婚了 婚后的他 对我很是周到细致 但在很多方面 有着极其不能理解的偏执 比如说行人必须靠右 而且必须在道路的最里侧 我不能穿无袖和膝盖以上的裙子 不管去哪 必须按时报备 准点回家 这让我很是崩溃 虽然从小没有亲爹 但我真没想给自己找个把 我就说他是糟老头子 是大清云业 他并不辩驳 但绝不放松 当他掉到近海工作的时候 我简直乐开了话 哈哈 他全团买下的这套房子 成了我一个人的花果山 如果没有前世 他那最后的一推 我永远都不会明白自己 在这个男人心中的地位 瞅准他那上扬的眉眼 我干净利落的啄了一口 哎 当老婆没底线 我看你个糟老头子 还能有多少解操 12月20日 星期六 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下来 将村庄 田野和山巒 都染成了一片纯白 村里多是老人 根本熬不住这严寒 听说住在山上的那一户 已经送走了两位老人 没有葬礼 没有哭嚎 不过是家人默默地 挖了个浅浅的坑 一洗床单 就送走了老人 哀伤是种奢侈的情感 漠视的人们 根本不配拥有 活下去成了最大的难题 气温的骤降 缓解了病毒的传播 却也让食物来源 变得无法可想 任何事情 都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都是局中人 我家的鸽子龙外面 再一次排起了长队 排队的人们一脸麻木 连谢字都没有立即说出 谁也不知道 明天会是什么样 谁也不知道 我们家虽说储备多 但谁也没能耐养活173张嘴 文朗和外公外婆商量了一下 将杂物间的物资 悉数搬到院子里 依侵点给大家看 按每天每人100克食物分派的话 大概还能坚持10天 大雪连续下了4天 甚至来不及落到地上 就冻成了冰块 村长让我们把剩下的物资 分成了125份 已经有48位村民 死在了这场严寒之中 院子和小路上 都有着厚厚的冰雪 人们在冰天雪地里 艰难地爬着 为了那一点活下去的动力 外公外婆说什么 也不愿意再吃肉了 就连黄豆也要打成豆浆才肯喝 我知道 他们心里不好受 但我们都知道 就算我们把所有的物资 都贡献出来 也就不了全村人 辗转反侧半宿 文朗告诉我 停电了 他每天晚上都会定时 查看所有的监控 以确保物资的安全 我们赶紧用上备用电源 为了省电 把外公外婆 请来睡安安的小床 这样的话 我们只需用一个烤火器取暖 外公外婆实在睡不着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 太知道饥饿与寒冷 对生命的杀伤力 后山一片惨白 正如我们此刻的心情 第二天 我们发现后山圈养的鸡全冻死了 思虑再三 我还是同意 把这些鸡每只剁成四块 每家分一块 这次 只分发了71份物资 我又在每份物资里 放进了四片暖宝宝 可这暖宝宝 没能暖热了人心 全村所有活着的人 都围在了我家门前 阿翔隔着鸽子笼 扣住了我外婆 她手里拿着一把普通的菜刀 架在外婆的脖子上 刚才遇冷更冷 外婆的脸一片清白 很快就没有了血色 村长 你也同意这样做吗 文朗冷冷地问 村长不出声 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们为全村人建隔离房 送食物 供物资 你们就这样安将仇报 少装算了 那防空洞里冬暖夏凉 你们的日子多安逸呀 阿翔一声吃笑 满脸阴沉 你们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我都见了 那几天 你们往家里拉了多少车食物呀 花婆子一脸急恨 出言挑唆 要我说啊 这病毒就是你们带回来的 要不怎么娃娃当时就病了呢 这话一出 人群瞬间就骚动起来 他们的不安 嫉妒 恐慌 一下就找到了冠冕堂皇的泄红口 把食物浇出来 我们要吃肉 再不食相 我们就捅死你外婆 左右都要死了 不如拉个垫背的 下个言诺垫也不亏 每个人都亮出手里的家伙石 有镰刀 有锄头 有斧头 平时用来劳作的工具 在他们手里无言的沉默着 闪着寒光 我们无意商人 你们把物资拿出来 给大家分了吧 村长睁开眼睛 又闭上 你们这群伤天害理的老家伙 白眼狼 外公气急攻心 骂出了一辈子都不曾有过的大声 我上前想要争辩 文朗却把我拉到一边 如果这次分的食物又吃完了呢 你们又怎么办 这次抢劫 下次是不是就该杀人了 村长的脸一阵清一阵白 最终选择低头闭嘴 外婆一直没说话 只是眼神愤怒地盯着人群 他实在想不到 这些一同下地一同秋收的乡亲们 怎么就成这样了呢 丑什么丑 再不把吃的拿出来 我立马捅死你 文朗阴着脸 把物资一份一份地递出去 有的人接过物资 头颅扬得老高 有的人接过物资 夜如递道出一声谢谢 最后只剩阿祥 文朗提着东西走过去 右手将袋子递给他 左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弹出一把小刀 正中他的手腕 阿祥吃痛 菜刀直直地掉下 在雪地里砸出一条白痕 文朗立马将身体都冻僵的外婆 交给了我 就你这德行 还想煽动全村人闹事 就是 我前前后后开了14万工资给你 你囤的粮 想必不会比我们少吧 捕刀 我是专业的 看看你那满脸红光的样子 没少偷吃东西吧 你要真饿得像大家一样 我自然愿意把粮食拿出来 给大家救命哦 反正都破财了 还不如卖个顺水人情 要是能祸水东瘾 那就更完美了 事情和我们猜测的一样 我们放出去的无人机 清晰地拍到了 人们去阿祥家里 哄抢食物的场面 这一回 村长冲在了前面 手臂上缠着绷带的阿祥 跪在冰天雪地里 哭着哀求大家 给他留一口活命的粮食 可没有一个人理他 两久 村长折回来 递给他两个红薯 他接过红薯 一言不发地回了屋 文斌说 接下来我们必须24小时 巡视库房了 我终于明白 比丧尸更可怕的是人心 果然 阿祥动手了 他带着滑子 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了 防空洞出口的镜头里 他们背上缠着麻袋 手里拿着砍刀和鸟冲 眼神阴致 防空洞的出口 设计在山后 一座废弃已久的破屋里 他们轻车熟路地往洞里走 外公按捺不住 提着文朗给的长刀 就想往里冲 文朗却拦住了他 让他们去 那里的索 我是爱银行的安保系统设置的 没有密码 就是有进无出 且看我如何 梦中捉鳖 眼瞅着他们已经进入了洞内 文朗便和外公兵分两路 他亲手轻脚地迎上去 把暗门的锁拨开 闪身进入 我准备用作焊册的空间 为了隔绝未到 我们在那里装了一扇门 这分钟 那扇门虚掩着 里面有自热米饭的香味传来 阿祥和华子 犹如闻到肉味的狗 狂喜地冲进去 外公便跟在后头 悄悄地把门从外面拴上了 文朗说 两个人为了那盒米饭打起来了 下手挺狠 谁也不让谁 那是 如今这自热米饭可金贵着呢 能拿一盒出来 掉他们上钩就不错了 打着打着 不知谁推了谁一把 两人就双双掉进了一米多高的坑里 也是他们不走运 坑里还放着些闲置的锄头 好选被把脑子给破挂 外公煞有介事地介绍着当时的情况 将善良老百姓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望着昏迷不醒的两人 村长脸色黑得像锅底 村长呀 咱们村这风气怕是该整整了吧 一个个的 不是强曲便是豪躲 这病毒总有过去的一天 到时候你该怎么交差哦 不好意思 落井下石 我是故意的 我和文朗都相信 等这场丧失潮过去 国家肯定还是会恢复正常的秩序 我们这样的无好市民 可不能留下什么暗底 要不然 就像华子那安江仇报的做派 老娘真想拿他剁下 做戏做全套 我们又给村长送了些抗生素和感冒药 当然 这次可不能让外婆冒险了 那辆能连蓝牙的轮椅成为了村里的网红 毕竟上面可有能救命的药 复活者杀之 狗活者却不能赶尽杀绝 因为这是我外公外婆的家乡 是我从小生长的村庄 文朗双眼不错的看着我安排 眼里是不容错时的欣赏 我迎上他的目光 骄傲的抬起下巴 谁也别想把我当包子 我的善良 带着脆过钢的锋芒 12月25日 星期四 天气放晴 开始化学 不知是化学太冷 还是空气中肆虐的病毒太多 村里检员道仅剩57人 村长坐不住了 他决定去寻找救援 这几天 他的收音机里能陆续听到外界的消息 政府已经派出了特种部队 专门清除丧尸 每个城市都在逐渐地设立安全基地 他不想坐以待毙 我们不想走 因为就我前世的经历来看 农村是最安全的地方 至少目前 我们还没有人死于丧尸之手 这已经是逆天的运气了 可很多人已经快崩溃了 他们想要去外面寻找生的希望 文朗什么也没说 只要村长把最小的孙子留下 你们不记恨 我没管束村民 还愿意帮我照顾他 村长的脸上闪不狂喜 和数不清的感恩 你是一个好村长 你救了全村百姓的命 文朗淡淡地说 村长听到这句话 整个人一下愣住了 他靠着我们家的鸽子龙 一屁股滑到了地下 嚎啕大哭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 村长带着12个人走了 留下了三岁的孙子 和一部手机 他说 孩子的父母在外面打工 估计也不在了 孩子将来要是想爹妈 就看看手机 里面有以前的视频 孩子叫小虎 但整个人看不到一点 虎头虎脑的痕迹 由于长时间的忍急挨动 小脸受得脱了像 眼下是一团不正常的清黑 外婆心疼得不得了 给他换上安安以前的衣服 又冲了一大碗奶粉 孩子吃饱喝足 很快就咯咯咯咯咯地喊着 成了安安的小跟班 这天晚上 望着病头熟睡的两张小脸 文朗轻轻地帮我捏着背 撞似不经意地说 等这场灾难过去 咱们也给安安添了弟弟妹妹吧 我娇笑着瞥了他一眼 低头想辞 这氛围太美好 特别适合套点心里话 或者挖掘对方的小秘密 然后我就妈了 我突然想到 我囤的那一大箱卫生巾 还一个都没开封 好 老子千算万算 连日记本都买了好几种封面 却忘了买个早运试纸 不过 这段时间心理压力太大 大姨妈延迟了也是正常的吧 文斌不知道我心里的翻江倒海 让我明天给安安炖点牛肉 我知道 他也馋炖牛肉了 每次疑惑他为什么会看上我 我都会把绝大部分功劳归于这一手厨艺 上好的牛肋排 剁成均匀的小块 冷水飞几片生姜 搁点醋 将洗过的牛排窜一遍水 再次洗净沥干 锅烧热倒油 加入大量姜片爆香 下入牛排加料酒翻炒 待炒之肉边角微微发黄 便加入豆瓣酱炒出红油 再倒入适量老抽生抽耗油调味 翻炒均匀后 加水没过牛肉 放几个冻番茄铜炖 牛肉便能软糯鲜香 入口即化 待牛肉熟透 再往里加入去皮切块的土豆 一同炖个十分钟 加入一小勺白糖提鲜 虽说没有新鲜薄荷叶 但也足够让人垂涎三尺 为了避人耳目 我把做热食的地点搬到了防空洞 但里面通风不太行 这一顿就让整个洞里全是牛肉味 小虎和安安在洞口跑来跑去 恨不得抱着锅直接啃 牛肉汤 驱散了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的寒意 外公外婆面上有了久违的笑容 1月1日 元旦节 新的一年开始了 我们振作精神 想让孩子感受节日的氛围 不能出门 便只能在室内享功夫 先是把所剩无几的薯片 拿一包出来分享 再揉了个面饼 自制披萨 果酱没吞多少 便用白糖来凑数 家里没有烤箱 便把饼胚子放在烤火器上 不时地翻面 孩子们围在火炉边 眼不错地盯着逐渐散发香气的披萨 我却有点恶心 从在继父家 为了一颗糖被胖揍一顿之后 我对甜腻的香气就很是排斥 文郎走进来 一脸沉重 我心里一突 把火调小 安顿好两个孩子 和他一起下到一楼 村长死了 同去的12人走失了三人 只回来两人 他们主动要求住进隔离屋 我们一到市里 就遇到了丧尸 村长为了救小梅 自己被咬了 为了不祸害我们 他自己从30楼跳了下去 阿喜一身血污 哭得像个泪人 明强递过来一个信封 说是村长留给我们的 萌丫头 孩子交给你们 我放心 随性附上情况说明 要是哪天疫情结束了 请帮我交给领导 我没有独职 我在乡下和城里 各有一套房子 要是我儿子他们不再回来 就交由你处置 李震忠 绝比 此时此刻 我觉得我的心比天气还冷 整个人抖成了筛子 阿喜和明强最终没能幸免 他们变成了丧尸 他们不停地在钢笼子上撞 不知疼痛 身上 头上都流出黑中带蓝的血液 与身体的疯狂截然相反 他们的脸上一片诡异的瓶颈 无声无息不起波澜 这种巨大的反差 表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 令人窒息 我想 村长就是不想自己变成这样 才选择纵身跃下了吧 文朗沉默两久 在村民的哭嚎声中 长刀一抹 结束了这两人的痛苦 从村口回来 外婆就病了 从那天被阿祥劫持后 她的状态就一直不太好 我不停地给开导外婆 给她做心理建设 想让她振作起来 文朗却要求我们 全体搬进防空洞生活 我怀疑空气中有病毒传播 所以之前才会死那么多人 外婆才会一下病来如山 从这天开始 我们正式开始了学区生涯 防空洞里气温还算不错 但空气中总有些潮湿的味道 得生好几个烤火器 这给宫殿带来了很大压力 两个孩子又不习惯冷食 因此我只得用上了之前屯的木炭 文朗担心营养化碳中毒 总是四处巡视 留心通风情况 可外婆的状况却毫不渐缓 每天把孩子哄睡 我便接替外公 守在外婆的棉被前 给他用棉签擦拭干枯的嘴唇 换掉温度不够的热水袋 再轻揉他的手臂和小腿 一如小时候 他照顾我那样 夜深 外婆沉沉睡去 文朗便把我揽到怀里 两人在禁忌无声的防空洞里 烤着小小的一炉炭火 我便开始叙道 聊我的童年 聊不靠谱的妈妈 聊小时候遭过的那些毒打 文朗先只是听我说 不时的为我喝口水 或者拍拍的背 后来他也开始说 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 很多年前就牺牲了 我妈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她一个人抚养我长大 她很厉害 很脱辣 做得一手好菜 总是能把园子里 普通的食材做得特别好吃 但我妈不懂政策 也没有文化 在村里孩子 说我是没爹的野孩子时 她只会提着烧火棍 气势汹汹的打上门去 回到家来 再将我狠狠一顿揍 所以 我从小就很恨我父亲 你为什么要去保护别人呢 你为什么要去做英雄呢 你的孩子和老婆 被人欺负的时候 你又在哪里呢 文朗声音越发低沉 陷入了久远的回忆之中 直到后来 有人找到了我们 把我们带回了城里 他们送我去训练 想安排我去参军 我却怎么样都不愿意 虽然我从小就偷偷地看 我爹留下来的书 也曾偷偷憧憬穿上军装 做大英雄的样子 他的声音里有了明显的笑意 好像看到了 而是淘气的自己 但我更想 娶一个心爱的姑娘 生一个可爱的娃娃 过平凡的小日子 这算是迟到的表白吗 我心头小鹿乱撞 甜蜜的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 上一世 你生气我出头就学生 可最后 你还是赶来救了我们娘俩 我不知道上一世的事情 但我知道 我一定会救你 不管哪一世 救命呀 直男的身情太深太纯 我已快逆比其中 都是我不好 不知道你的心结 这一世 你为了我 做了很多你不想做的事 他倾笑出声 在我脸颊硬上轻轻一吻 你在乎的 自然就是有意义的 1月17日 农历新年 外婆终于能坐起来了 村子前堵着的路 也被政府救援的军队挖开了 他们拉走了我们村里的幸存者 说是要送去安全基地治疗 领队的人设上位 说话很客气 对我们还能拿出食物来招待他们 很是意外 可能是听村里人说了什么 当天晚上 他又来找文朗 谈到深夜 这次的丧尸潮中 农村受到的伤害是最小的 他们接下来要集中力量 再来一次农村包围城市 所以你有没有兴趣 发扬你在这次灾难中出色的组织能力 和我一起并肩作战 文朗没有说话 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如果愿意 明天一早和我们一起出发 送走队长 文朗还是沉默着 但我总能感觉他的视线在追随着我 哎呀 谁心疼谁就先开口呗 你很想去 他点点头 你不是说不想当英雄吗 是谁 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来着 我似笑非笑 想把当年那口气给平了 我心疼你 也心疼孩子 天啊 遭老头子说情话 力度堪比夏日惊雷 我以心软如泥 毫无招架之力 所以如今你要像你爸爸那样 去做英雄了吗 所有的一切都会回归正轨 我们都将迎来新的人生 我要去博一博 咱们还得还抵押贷款呢 去吧去吧 我不要你做啥子英雄 记得我们再等你回来就行 我一手抚着安安的头发 一手拉住文朗 将他的手轻轻放在微微隆起的肚子上 他身躯一震 眼神里全是震惊后的喜悦与感动 嗯 穷尽此生 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守护神 晚安